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丁丁文档云原生过程中的最佳实践 今天的分享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 我会介绍一下丁丁文档的业务 讲一下文档为什么要上云 第二部分 我会讲一下文档上云的过程 看看Double 3.0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最后 我会做一下总结和展望 文档作为协同办公中重要的信息传递媒介 丁丁文档提供了一篮子协同办公套件 包含文档 表格脑图在线课堂等产品 也包含更贴近业务的产品形态 例如团队知识库 个人变迁 互动白板等 无论哪个产品 共同的基因是在线和协同 支持多人协同编辑 实时反馈 最大限度 提升信息传播效率 这是我们的文字产品 这个是我们的表格产品 这个就是我们的在线课堂 那了解了以上的场景 再来看一下办公协同业务的业务特点 左边这张图是文档业务的流量曲线 可以发现流量有明显的波峰 波谷的特性 高峰主要集中在白天的时间 这与电商等业务的流量可能恰恰相反 因为途中 晚上的八点左右的高峰 是在线课堂中的互动白板流量 原因是网课 都发生在晚上的黄金时间 疫情以来 流量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了 某个地方爆发疫情后 办公和教育的流量都会暴涨 这给我们的服务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2BO的另一个特点 就是对于大客户出于安全的考虑 有强烈的本地化诉求 这里指的是专有化 私有化部署等需求 这对系统的架构和可移植性有很高的要求 那对于上面这些特点和诉求 云原生思想在这里都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想清楚几个问题 就是这个云原生到底要解决文档的什么业务问题呢 对于丁丁文档业务来说 要从下面几个业务场景来看 首先是标准丁丁 也就是我们平时用的丁丁APP 这个厂面对是超大流量 以及随之而来的成本问题 其次是专有丁丁 对于大客户的本地化部署诉求 脱离了集团的环境 如何让应用能够快速运行起来 最后是丁丁场外 文档作为一个比较容易自闭环的单品 如何满足一些客户对文档套件 独立部署输出的需求 也就是这个私有化的需求 那第一个点呢 很容易用云原生的弹性扩缩能力来解决 对于后面两点 我们的思考是用云原生的标准化交互方案来解决 可以设计很多技术和业务的改造 接下来会展开阐述 那背景介绍完之后 我们进入正题 这一部分我们讲W3.0在文档上云中的应用 大概分为五个小节 分别是W3.0的通讯协议 也就是Triple协议的这个简介 然后我会讲一下文档上云的整体架构设计 接下来我们上云之后 遇到了一个业务服务互通的难题 我们讲一下这个难题 我们是怎么解决的 最后我们讲一下这个 业务改造应用改造实践 就是我们应用升级W3.0的实践过程 最后我们取得了什么结果 Triple协议是W3.0推出的主要协议 它采用分层设计 其数据交换格式基于Protocol Buff 协议开发 具备优秀的序列化 反序列化效率 当然还支持多种的序列化方式 也支持很多的其他的语言 在传输层面 Triple协议选择了HTTP2的协议 相较于HTTP1.1 其传输效率有了很大提升 此外 HTTP2作为一个成熟的开放标准 具备丰富的安全流控的能力 同时拥有良好的互操作性 Triple不仅可以用于server端的服务调用 也可以支持浏览器 移动APP IoT设备与后端服务交互 同时Triple协议 无缝支持W3.0的全部服务治理能力 它还有一下几个特点 第一个呢 性能上 Triple协议采用了MetaData 和Payload分裂的策略 这样可以避免中间设备 比如说网关 对Payload的解析和反序列化 从而降低响应时间 路由支持上 由于MetaData支持用户 自己添加自定义的Header 用户可以根据Header 更方便的划分集群 或者路由 这样发布的时候 切流 灰度 溶灾 都有了更好的灵活性 安全性上 Triple协议支持双向TLS认证 也就是MTLS等加密传输能力 应用性上 Triple协议除了支持原生的JRBC 的Protocol Buff 序列化之外 还支持Header Json等其他序列化 能让用户更方便的升级到Triple协议 对原有的Dubb服务而言 如果你想要修改或者增加Triple协议 只需要声明服务的代码处 添加一行协议配置即可 改造成本几乎为零 这张图是标准叮叮长影 也就是大家用的叮叮APP 我们希望上云之后实现的架构效果 选取的是在线文档编辑的这个连入 这是一个典型的计算密集型的场景 其中这个设计呢 有几点考虑 一个是文档的原信息和控制节点 仍然停留在中心 这个中心是在我们的集团环境 数据处理和计算 调度到云上单元 也就是说中心是我们的控制面 云上是我们的数据面 那从整个的网络TAP上面 它是一个星形结构 中心承载入口的流量和路由 那后续的编辑流量呢 直接达到实际选择的单元上进行 那单元之间是独立的 单元内是闭环的 那当我们上云的时候 我们到底在说什么呢 其实大家对上云应该听的比较多了 但是很多同学对这个概念 其实并没有很深的感知 而大的方向很明确 也就是用云上的资源和基础设施来支撑业务 共享资源降低成本 那具体用什么方式呢 大家都在摸索之中 针对丁丁的业务特点 我们的思路是首先把业务流量 路由到阿里云的售卖区 来解决弹性和成本的问题 同时潜在支持多云的部署 与此同时有比较明确的是 上云呢并不是说 把某几个应用部署到云上就完了 而应该从业务链路的角度来看 也就是只有某个主链路完整的运行在云上了 才能体现出上云对业务的价值 对于业务团队来说 上云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其实大部分的问题都是要解决依赖的问题 这包括技术层面的中间件的依赖 也包括业务服务的依赖 中间件依赖呢 你比如说我们的很多代码 比如丁丁文党的服务 依赖集团的中间件 那放到云上它就没法跑了 都跑不起来 对于业务依赖呢 就是我们的业务依赖非常多 而依赖的很多服务呢 都部署在台内 他们没有上云 那你这时候想出去就很难 那比如说我们的服务 假如说部署到云上 但是我们的基础依赖 比如丁丁的通讯录 它还只在集团内 那这样这个集团内的这个服务 和云上的这个服务 他们之间怎么通信 是很难的一个问题 那网关互通呢 大概就是我们 起初一个这个proxy的模式 也就是说 其实考虑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网络通 就是说一般可选的是两种 一种是一张网 就是这两个环境呢 基本都在一个网络内 还有一种方案呢 是中间部署一个网关 就是这两个proxy 部署一个网关 那前者呢 需要一个网络规划 后者呢 要考虑这个安全性的问题 就是这个网关之间的通讯协议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网关 和业务服务之间的 RPC调用 它采用的是协议 大概这个 如果是你采用这种代理模式的话 我们要考虑这些问题 那我们调研一下来呢 我们最终有两个方案入围 一个是云原生的网关方案 还有一个是CSV网关的方案 那云原生网关方案呢 它的proxy技术站 是完全采用了开源的产品 它就是Astil和Invoi 它们两个来组成的 那它和这个网关 和我们的业务服务之间的 RPC协议 是采用W3.0通信的 也是一个开源的协议 但是呢 假如说采用这个方案呢 我们的服务要升级到W3.0 这个对于应用来说 可能有一些改造成本 那CSV网关呢 就是阿里内部自己实现的 一个技术站 它完全是B原的 它的RPC协议呢 也是阿里内部的这个HSF协议 但是它有个好处呢 就是它因为 使用了阿里内部的协议呢 就是我们不需要做 这个协议上的改造 对于我们来说 结果成本会低一些 那我们最终呢 考虑到这个开源产品 是更有生命力的 并且W3的兼容性 其实是很好的 那我们这个改造成本呢 其实还可以接受 所以最终呢 我们选择了这个 云原生方案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 云原生网关的 这个架构图 那首先这个 EU服务和网关之间呢 这个采用的通信协议 是W3.0协议 包括集团环境 和云上环境 都是W3.0的协议 那集团内部的 注册中心呢 是用了Config Server 它是 我们内部 搭了一个 EU来实现对这个 Config Server的 这个支持 能够感知 集团内 服务的节点的变化 那云上呢 我们采用MSE 作为注册中心 那云上呢 使用了阿里云的 ASM产品 来坚定云上 服务大点变化 那网关之间的通信协议呢 其实是使用 Triple协议 它是采用了 MTLC协议 进行加密的 那有了互通网关之后呢 我们基本上就解决了 存量服务互通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解决的 那集团内的中心单元呢 就是这个单元 这个文档服务 我们不属在这个内部环境 就是集团还中心单元 它暴露了 HSF协议和Triple协议 还有两个协议 那云上的服务呢 云上的文档服务呢 那就只暴露Triple协议 可以了 它只用Double协议 那对上游的业务依赖来说 它只能看到 中心的这个文档单元 那所有的调用 都是调到这个中心的文档单元来的 这上游的业务服务 不用做什么改造 那中心的业务单元呢 它会对上游的这个HS调用呢 进行拦截 我看一下你这个请求 是不是要录游到云上 假如说 我判断你这个业务请求 需要录游到云上 那我就通过这个吹误协议 把这个请求转发到云上 它就起到了一个转发的作用 也就是说上游服务 如果想调到云上单元 是通过东京文档的这个文档服务来做一层转发 那下游服务呢 我们下游服务也有很多依赖 那其实推动他们去升级这个W3.0 也是不现实的 所以呢 我们采用的方案就是 假如说我们云上的服务呢 想要调用下游的业务依赖 就是集团环境的业务依赖的话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中心的这个文档服务 对下游服务做了一个封装 把它暴露出吹误协议 供云上调用 这样呢 下游依赖呢 也不用做任何改造 整体来说呢 由于中心的这个文档服务做了一层转发 那可能上游调和一个文档服务调下游 都会多一条 但是这个多一条呢 我们看下来性能是可以接受的 那存量的服务呢 升级Double升级这个RBC协议 就是你早上升升级到Double30 那业务同学可能有两个问题是最关心的 一个就是你升级了 你的上下游服务怎么办呢 如果上下游服务也要跟你一起升级 那这个成本就太高了 你要推他们去升级 这个成本太高了 另一个呢 就是兼容问题 那假如说你升级协议之后 代码不兼容 你要改存量的业务代码 那这个成本也很高 因为风险也比较大 你要全部回归测试一遍 这个风险太大了 那文档服务的升级RBC协议的时候呢 我们采用的是双协议的模式 也就是保留原来的HSF协议不变 我们再多开一个Triple协议 那这样一来呢 不影响上下游服务的调用 二来呢 我们还可以用这个Triple协议和云上的单元进行通信 那由于Double3的人的兼容性非常好 我们可以在不改动EU代码前提下 就完成了这个RBCS升级 也降低了 大的降低了我们EU服务的升级的风险 由于Triple协议采用了MetaData和PayLot分离的策略 网关不需要对PayLot进行反解析和序列化 那网关本身的性能就非常好 耗时大概可能是一到两毫秒的左右 那网关本身的耗时只有一到两毫秒 那在文档业务文档服务 做了一层转发的情况下 一次完整的HSF请求链路 大概延时也就增加了三到四毫秒 这个性能还是非常好的 那最后呢 我来做一下总结和展望 上云之后呢 上云之后呢 由于云上的弹性能力 我们服务器的成本下降了很多 那由于Double3.0的兼容性特别好 那我们其实花的成本也是很低的 我们不需要做很多的改造 就完成了这个上云 那所以 总体实践下来我们就认为 Double3.0在这种 异构环境的互联互通方面 有很大的 广阔的前景 这个异构环境的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集团环境 和公务员的环境 它们是完全不一样的环境 那Double3.0在这种 互通的异构环境的互通方面 其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除了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些特性之外 Double3.0还有很多其他特性 比如说这个基于应用力度的浮发性机制 它可以降低50%的DoubleD Double这个地址的单机内存消耗 降低注册中心集权的存储和推送压力 可以支持集权规模 不如百万十例层次 那流逝通信呢 我们知道可以解决很多 场景的业务问题 服务柔性呢 是它新增的一个特性 可以提升系统的稳定性 最后呢 云源生是一个很大的命题 那这次严谨呢 我们只是站在我们自己的业务团队的视角 从自身的一些思考和实践中 尝试见为之助 这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交流探讨 这次的分享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